连续的地震导致了不少校园受损也让人心惶惶 地震当下慈激大学立即是启动了消防演练 而将同学疏散到了空旷的地方以侧安全 而至于东华大学校园都还来不及整介 又碰上了连续地震 教室内是盲目穿移 另外同样也受到重创的花莲女中 校方表示接连地震暂时没有影响拆除的工作 不过也会加强安全的防护 避免意外再度发生 凌晨暗夜同学们都跑到空旷地 位于花莲的东华大学 0403强震下受灾严重 这次地震同学们有如惊弓之鸟 0403强震后 东华大学初估损失高达20亿 校园还击都还来不及整理复原 4月23号凌晨又碰上连续地震 虽然校园一片狼藉 但校方表示目前改为线上课程 校内的学生人数不多 影响程度也少了许多 23号凌晨慈激大学突然进行消防演练 原来是以连续强震为了安全 校方火速疏散1340名学生 校长也在第一时间回到学校坐镇 清点人数 幸好只有部分天花板青钢架掉落 没有重大损失 至于在0403强震下受创严重的花莲女中 校方表示围楼拆除工程 目前仍持续进行中 接连地震暂时没有影响拆除工作 但会加强安全防护 避免意外再度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